这是一个非常忌惮红色的村庄 并且这里的村民也绝不允许走出这个村庄半步 只要想出去就会毙命 森林里住着可怕的怪物 怪物喜欢鲜红色 甚至是一朵刚开出的红花都要赶紧摘下 必须马上埋进土地 怪物曾和祖辈达成契约 只要人类不进入森林 他们就不会主动伤人 足有胆大的村民不相信 穿上怪物忌惮的黄色斗篷 想要走出这个村子 到了晚上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看到一只身穿红色罩衣的怪物 悄无声息地进村了 他吓得惊慌失措 赶紧摇响同龄 提醒村民危险来临 村民文旭拼命往家跑 接着大家纷纷都躲进自家地窖里 他们被吓得瑟瑟发抖 期待着怪物能够早点离开 另一边大花房门大开 他正焦急等待男友回家 大花是位盲人 无法看到景象 只好伸出手 期望江北能抓住他 然而他率先听见的却是怪物的咆哮 不远处出现了深披红色斗篷的怪物 大花听到他渐渐靠近 吓得浑身颤抖 就在怪物即将扑向他的一瞬间 将被及时赶到 牵着大花躲进了地窖 第二天每户人家的房门上都已经被怪物标注上了奇怪的记号 随后村子里紧急召开了村舞会 为了不让怪物再来村子 村长组织村民们把免费的猪肉丢在了石头上 尝试祈求他不要再打扰大家 隔天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村子里的家禽全都没了气息 很显然怪物并没有远去 这是一个进去就无法出来的村子 因为只要有人从村里出来 森林里的怪物就会出现 村民们把紧佑的猪肉扔在石头上 希望怪物能离开村庄 可怪物并不领情 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夜晚有村民正在举行婚礼 铜铃再次想起 怪物又来了 每家门前都悬挂着一只骚屠杀的牲口 兽皮和羽毛被剥掉 这让村长夫妻两人很紧张 因为他们还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第二天村子里的傻子找到江北 这个秘密即将被揭开 因为大花和江北订婚的事 傻子感觉自己姐姐被抢走了 没等江北开口解释 却看到一把刀哄进了自己的体内 傻子肯定不太正常 否则也不至于再补上一刀 被人发现时将被命在旦夕 可村子里的物品根本无法延缓她的病情 大花为旧男友提出要穿过森林去镇上买药 父亲见到女儿为喜欢的人如此坚持 准备把隐藏的真相告诉她 没想到父亲把她带到阴森的小房子里 大花却突然摸到怪物的指甲 吓得花容失色 注意看 这个干燥的手刚伸出去 就碰到了一个粗壮的细刺 原来村子里人人害怕的怪物都是由村里人假扮的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村民不受到外界的打扰 他们只想过安稳的生活 因为女儿看不到的原因 父亲大胆的让她出租买药 因为外面根本没有所谓的怪物 可她刚走出村子 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里 好在她集中生智 抓住了树枝 拼尽全力 缓缓地爬了上来 还没缓过神 就听到了怪物的声音传来 父亲不是说没有怪物吗 这是什么 女孩恐惧极了 准备把怪物引到陷阱里 危急时刻 大花一个闪身 就把怪物引到身后的陷阱里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怪物 只是傻子弟弟偷了父母的斗篷 然后假扮成怪物 尾随姐姐 她其实是想保护姐姐 可是到最后 大花也不知道洞里的人是谁 随后 大花顺着一条小路 来到一堵围墙下面 刚爬下来 就被附近巡逻的保安发现 在保安的帮助下 大花顺利带回药品 全片的精华 就在结尾的逆转 整部电影充满了古典气质 为了逃避世俗喧嚣 父辈便采用这种与世隔绝的方法 让孩子们活在惶恐之中 一言以蔽之 就是惶恐来源于未知和心理不自信 但是有爱就能克服 简直是桃花源的另类版本